大家好 欢迎观看中华佛运 酒并不是婚姓之时 喝了以后也不会有杀生这样的罪过 为什么佛教还要禁止喝酒呢 有些人会想 这个是不是有些不合乎人情 特别是我们当代华人社交应酬的时候 没有酒的话 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尽兴 所以就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 还有不少人受到了电视剧中技工的影响说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流 甚至于古时候的一些文人世子 虽然他也有学佛 但是他一样是喝酒饮食 但殊不知 戒酒消愁 愁更愁 在佛陀看来 这个看起来没有危害的喝酒 过失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它能够引起其他不可预测的罪恶 因为酒本身它是没有罪恶的 但是喝酒引发的过失罪恶却很多 所以佛教的五戒就已经戒了喝酒了 菩萨戒更戒一步 戒不能卖酒 所以卖酒本身也是罪恶 因为卖酒会坏了众生的心性 让众生堕落 所以菩萨是不能卖酒的 菩萨卖酒比喝酒的过失还要大 以前在加社佛的时候 有一个受持五戒的居士 因为隔壁的邻家有一只鸡 跑到他家里来了 他去看一看 他想说这一只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因为嘴馋就把这一只鸡给杀了 把这只鸡杀了以后占为己有 后来隔壁林家的妇女就找这只鸡说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只鸡跑到你这边来呢 他想说糟糕了 这个是人家的鸡 你已经把它给杀了 吃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说没有看到 他说没有看到 这是妄语 因为你把人家的鸡占为己有 这个是偷盗 你把鸡杀了是杀生 所以杀生偷盗 还有妄语 这全占齐了 再来 他看到林家的妇女颇有姿色 因为喝了酒了以后呢 有几分酒意 所以呢 就把人家给强暴了 有这样子呢 同时又犯了邪淫 所以酒啊 虽然本身没有罪恶 但是喝了酒以后呢 会让我们的烦恼障会现行 这个烦恼障现行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举的这个佛典的故事 就像呢 加涉佛时候的这个居士 所以呢 酒会破坏人的清净性 在食颂律里面呢 还有这么一则故事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长老 沙加陀 沙加陀他当时啊 也是因为喝酒 所以呢 就丧失了他的定力 还有惠力 这个长老沙加陀呢 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 能够降服龙的一个比丘 一个阿罗汉 声名流布 很多人呢 都想要供养他 所以呢 就到处有人呢 轮流请他来呢 去接受供养 这其中呢 就有一个贫女 有一个贫女呢 敬兴沙加陀长老呢 所以呢 就请他接受供养 这个女人呢 准备了乳酪 还有其他的食物 来供养沙加陀 女人心想啊 那这个沙门 吃这样子乳酪 或者弥粥 那样子的话呢 恐怕因为吃了这个以后呢 需要有一些东西 让他能够呢 伴随着这个食物呢 能够呢 同时去服用 就准备了像水 这样颜色的酒 来供养沙加陀 这个酒啊 因为经过蒸馏以后呢 其实就没有酒色了 这个沙加陀呢 以为他是一杯水 也就没有仔细去辨别 就把他喝下去了 喝完以后呢 就为这个女人呢 说完法之后呢 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呢 到了寺院 那个时候啊 酒室呢 便发作起来了 进到寺院旁边的时候呢 卧倒在这个地上 他的衣服 还有呢 僧琪的大衣 还有呢 露水囊 西藏 比丘 应该具备的这些 十八物的这些器具 包括呢 油囊 格洗 还有针筒 就散落到了一处 身在一处呢 最无所觉 就是呢 当他躺在那个地方呢 都没有任何的知觉 这个时候啊 佛跟阿难 刚好就走到了这个地方 佛见沙加陀 比丘这个样子 就故意问 阿难 这个是个什么人呢 阿难说 世尊 这个是长老沙加陀 佛就告诉阿难说 世处为我敷床座 伴水 吉僧 阿难就依照佛 这样的旨意呢 去为佛 做了这些事 这个呢 就是佛 在说法的之前呢 在佛事的时候呢 一定要必备的一个礼仪 难道佛呢 不知道这个人是沙加陀吗 难道佛不知道他喝醉了吗 佛其实想要借由这个缘由啊 要为众生说 喝酒的过失 所以呢 就故意问阿难 这是个什么人 阿难呢 就回答说 所以呢 他让众生知道 这么一个能够降龙 能够扶龙的 有这样大神通的一个长老沙加陀 喝酒了以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副德性 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呢 能够维持呢 他的威仪 佛请阿难呢 覆完床座 还有呢 拌完水之后啊 佛已经就知道说 要开示酒界的时候呢 到了 佛就呢 洗足 坐了下来 洗完脚以后啊 就问仲比丘 说你们有没有听过一条龙 叫安波罗提陀 非常的凶残 非常的暴虐 而且呢 残害众生 之前呢 没有人赶到他的住处 乃至于呢 大象 马牛羊 还有骡子 驴子 骆驼等等 都没有办法过去 乃至严重到 至于猪鸟呢 都不敢飞过去 因为这些动物 鸟兽飞过去了以后呢 都会被这一只恶龙给扑杀 在秋谷熟的时候啊 破灭秋谷 也就是在秋收的时候呢 去破坏呢 这些古物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只恶龙 你们有没有听闻这一只恶龙呢 当时这一只恶龙呢 是谁所降服的呢 这一只恶龙 就是沙加陀 所降服的 而且让他归一三宝的 现在呢 这些鸟兽 都能够呢 到这些恶龙 所居住的旁边 的这个泉水 都能够到这个地方呢 饮用泉水 这个呢 是谁做出的贡献呢 众比丘就说 世尊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是沙加陀 张老所折服的这条恶龙 佛就问这些比丘说 那你们现在觉得怎么样呢 现在觉得这个降龙第一 神通很大的沙加陀比丘 他现在躺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够降服一只蛤蟆呢 他躺在那个地方 已经不省人事了 如何去折服这只蛤蟆呢 所以这些比丘就回答佛说 不能啊 世尊 佛说你看他这个样子 能够降服恶龙 而且有大神通力的沙加陀 像他这种阿罗汉 比丘 圣人 他喝了酒 因为呢 不知道没有去辨别这个是酒 他的过失呢 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那何况呢 是一些凡夫俗子 还没有正道 没有呢 解脱的这些俗人 所喝酒的罪过呢 是更严重了 那这些罪过 都是从饮酒来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如果说我是佛弟子的人呢 就不能再饮酒了 所以呢 佛才制定了酒界 在经历当中啊 你喝酒呢 本身呢 就是放纵的 放逸的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并不难懂 一般的我们就说 酒后吐真言 其实酒后吐真言呢 经常是胡言乱语 甚至把平常不敢说的话呢 肆无忌惮的就讲了出来 为什么会酒后吐真言呢 就是放荡 不愿意呢 在口型上面 不愿意在呢 不忘语 不饿口 不两舌 不起语上面去遵守 那个呢 就是由于喝酒以后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在没有戒律的制约之下呢 去造作了这样的 身口异形 这样的异形 所以说呢 饮酒之后呢 就会造成呢 十种的过失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喜欢喝酒的人呢 他的五音里面的色音 他的色是不是显现出一种 很暗沉的一个恶色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颜色恶 喜欢喝酒的人呢 乃至于嚼槟榔 全身呢 有的时候呢 都有恶臭 喜欢喝酒的人呢 掩饰不明 因为喝酒呢 会影响你的视力 喜欢喝酒的人呢 会产生猎力 猎力呢 就是前面所说的 这个沙加陀 他原来能够降伏龙的 现在呢 一点点的力量都没有了 喜欢喝酒的人呢 还容易出现的 称慧相 这也就是说 前面所说的 因为他喝酒了以后呢 落于放荡之处呢 不愿意去 约至你自己的 这个身口异形 在奉持在食善的这个善法上呢 就容易呢 产生称慧相 所以喝酒的第四个过失呢 就是称慧相 第五个过失呢 就是坏田叶滋生法 也就是说 你喝酒的话呢 容易造成的 身口异猪液 而破坏了 你这些田叶滋生法的资财 第六个 会增治疾病 这就是我们知道 喝酒伤肝 但是很多人说 不喝酒伤心 但是你这个心是什么心呢 你这个心是意识心 所以你喝酒的话呢 会增致疾病 不只是呢 增致了身体的疾病 也导致了呢 心理的疾病 所以呢 既是伤肝 也是伤心 第七个呢 喝酒呢 会导致呢 斗送 喝酒的人呢 就是由于过多放逸呢 所以容易产生 斗送 容易产生争执 喝酒呢 没有好名称 恶名流布 喜欢喝酒 训酒的人呢 一定容易造成贪嗔吃 乃至于身口意的这些恶行 智慧减小呢 就是由于无名的缘故 乃至于到最后呢 身坏命中 会堕落到三恶道 所以啊 虽然你这一世喝酒 但是呢 未必呢 下一世呢 堕三恶道 但是呢 你这一世喝酒啊 未来是 就容易喜欢喝酒 再未来是又喝酒 就是世世代代都续酒的话呢 终究呢 命中之后呢 会堕落三恶道 这个呢 就是喝酒了 落于放逸之处的 最主要的过失 所以酒啊 本身 虽然说没有过失 但是佛教呢 强调呢 必须要节制呢 不能喝酒 这样的喝酒界呢 主要的道理呢 其实是在这里 我去不喝酒 我去喝酒 我去喝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